在光丰地区的水稻栽种面积将近有700多公顷 是花莲第三大的稻米产区 那么在七年前光丰农会也加强辅导积极鼓励稻农 来参加全国的粮植米竞赛 也借此提升稻米的产值技术和水准 而今年全国稻米达人的冠军赛也即将登场 而光丰地区农会今天是针对了十位报名参赛的稻农 来进行稻米的抽样要检 那么稻农对农产的食安是非常有信心 今年一起稻座收割完毕 农民也忙着送出最优质的新米抽样受检 希望拿下光丰地区的代表权 准备角逐全国稻米达人冠军赛的宝座 农政单位人员小心仔细地对每一包参赛稻谷抽样检测 从抽样到包装登记到封口 每一个环节都不马虎 参赛稻农也在旁紧盯整个抽样过程 紧张气氛弥漫 这一次初期我们经过田间检查 有十位农友入围 今天我们进入第二阶段的采样分析的工作 通过的人可以参加我们相继的品评竞赛 然后第一名的部分我们就是参加我们的全国赛 提升他们的栽培管理品质 光丰地区为华联第三大稻米产区 七年前农会加强辅导 也接近鼓励稻农参加全国粮子米竞赛 借此提升稻米的生产技术与水准 近年来光丰地区稻米生产技术与产值明显提升 水稻面积也不断增加 目前已经增加到700多公顷左右 而今年全国稻米达人冠军赛 就有十位稻农参加报名 进行第一阶段稻米抽样要检 而对于农产食安参赛农民信心十足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